黑男子只剩半身在海面上 腰部一下全部泡在海水里 只见他双手紧抓着 翻腹的保力龙船身在海面上 随着风浪载幅载程 情况十分危机 路过的海吊船渔民 和海巡人员见状 赶紧丢下救生圈 把人救上岸 幸运获救的男子 忍不住哭了出来 不断用手势淚 事情就发生在基隆外海 二号晚间十点多 陈姓男子乘着自制的保力龙船 出海夜调 想不到遇到大浪后翻覆 幸好手机有防水袋保护 赶紧求救 想不到他竟然坚持先救他的船 海巡人员耗費了两个小时 才把人成功救上岸 但这种保力龙船能见度地 再加上无法抵抗风浪 本来就很容易翻覆 又因为属于娱乐性质的船只 不但不用船员证 就连船只没有船疾也能出海 渔业鼠根本无法管 成为一大漏洞 过去就有渔民曾经利用保力龙船 走私渔获 而这次民众夜调翻覆 再次凸显保力龙船的危险性 不容小觑 接着朱丁楼为问轩 基隆报道 不容小规定 每日的经济都不确定 未经许可,不容小规定